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电饭煲红烧肉 有什么材料呢? 这个猪腩肉 刚才出过水 几分钟 现在就姜葱头 姜 给大家听 我用鲍鱼汁 蚝油 和少许这些烧鲜酒 本来加点老抽的好吃点 我又没有 就这样 姜很简单 刮啦又是 很简单 刮鱼汁 很简单 接着这些干葱头 切了头 切了头 两边头 然后慢慢撕掉 不用再切 干葱头 剁好了 一粒粒的剁 有时有些黑色就要洗干净 那些搓干净就可以了 这些姜呢 切片 很简单 一片片就可以了 其实只要进去 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 漏了 要加少许冰糖 无所谓 甜点也可以 因为有咸味 预备定 一时冲定 好了 现在开始做了 要怎么做呢 我又很简单 我就用鱼汁做 为什么人家 真正大师傅做的 我当然不是 我不好吃 就要炸鲜喉 接着炆 炆 花椒 六八角 接着怎么收糖 怎么吃 但是呢 你也知道了 我说很简单 所以它煮得出来 好吃 入味够了 我就说 它是那样东西 其实 这个是 红烧肉 我就放入电饭煲 放进去 好简单 好简单 放些姜 蒜 冰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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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放些酒 多少 你一人意 因为酒会蒸发了 大家只不过去一去 腥味 无所谓 放两斤都可以 这些不是很多 不放都可以 不放都可以 放什么味 我就放这些 鲍鱼汁 你看到 放多少 多一点 浓一点都不重要 再加蚝油 让它浓一点 再加蚝油 再加蚝油 这样呢 其实呢 最好的放些是老抽 让它的色彩 没有老抽 有蚝油 那些色彩没有那么漂亮 都不重要 醬料 蚝油之后 就倒些滚水 全部都倒进去 倒些粉水 倒多少 将银盖面 拿去电饭煲 一会煮一下 煮完第一转之后 把它要反转煮一煮 因为皮也要淋 其实都淋 那现在就拿过来电饭煲 很简单 就放进去 这个电饭煲 这样就可以了 打开盖 其实是浸了它的味道 本来是浸肉 是不可以的 其实是淋 熟了的 这个是现在吃的 摊凍去切片 爽肉 那些蒜泥白肉 爽的就很好吃的 但我们今天是红烧肉 所以红烧肉 就要弄它软一点 一块块 现在反过去 再盖上烤烧肉 差不多 再跟您分享 然后煮完 你看那块鱼肉 很好吃的 现在要反转 刚才拿出来 小心一点 因为要弄烂 因为要弄烂 OK 这块鱼肉 是很普通的 蒜炖肉 放入味道, 又是鮑鱼汁、冰糖、蠔油 OK的, 没问题 本来就用鲍鱼、蠔油汁 放入蜆, 淋入一点就行 不过我儿子今天说, 刺激一点, 又是这个汁 吃了十几年 好, 我立刻变, 变成一个黑椒 烧红的锅, 放小火 放一些黑椒, 煮香 放多一点, 在锅上炒一炒 让它强热的味道 开大, 很简单 但是, 这些姜葱, 都会咬发它的 这些蝦, 是好吃的 这些汁不要, 不用要 放入火 这些汁不要用 这些不是问题 好, 很香, 很香 哇, 这些黑椒不是说笑 OK 炒了它 炒了它之后 煮好的汁 哇 刺激的, 非常不得了 很辣 好, 关锅 好, 关锅 胡椒肉呢 你看看, 开始炒到它之后 它是炒的, 还是米腍白白的肉 现在开始炒了 现在, 将刚才的汁 淋上去 这些是姜葱 放在这里 这些, 就这样淋上去 不用太多了 因为它们, 如果喜欢多一点 它就在旁边点 大家好了 这个 黑椒红烧肉 用电饭煮的 看起来很明白 但是呢 很烟硬的 吃下去不肥 因为 这些油脂, 你觉得它很肥吗? 其实不是 很棒的 有烟硬感 有点 有点 弹那感觉 很好吃 还有我 最后呢 改用的黑椒汁 变成了 原本 一般的鲍鱼汁味 都不够 这些黑椒汁味 黑白胡椒 有时煮食就是这样 信众要求 要改的, 就立刻改 好了 希望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都觉得好看 请多点帮我分享给其他朋友看 多谢大家订阅 愿煮愿好 各位老友 我是愿煮愿好 大家好 好多时煮晚饭 个人一想 来来去去都是 炒菜啊 蒸肉啊 煎鱼 这些 其实我们遗忘了 一些怀旧的菜 妈妈整天煮的菜 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煎蛋角 这一道菜 我做小孩的时候 妈妈就整天煮的啦 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的